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沒錯啦 葵葵呢 就跳著舞入場的 可以有請這麼多位呢 就可以就座的 我們要等齊我們的拍檔 先一起坐 非常之有這個團隊精神 那不如我們一起就座吧 好 首先當然要各位跟我們馬來西亞的傳媒朋友 跟我們今天的嘉賓才打去招呼 好不好 董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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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沒有說錯呀 董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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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是李宗盛 我是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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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維浩 Benjamin Hello 大家好 我是Eling 袁子麗 Hello 大家好 我是文智 Hello 大家好 我是盧嘉年 大家好 早上 五安 好了 首先就跟我們幾位 我們可以叫元老級的升級健康的主持人 先聊聊天 包括有維瑋 Ben 紫玲和敏芝 今次就再次拍攝這個升級健康3 那你們覺得今次的拍攝 是和以往的有什麼不同的呢 可不可以跟我們分享一下 敏芝 先說吧 有了 有了 今次就好像一個真人秀 最重要的是我們這麼多位 一些未做過或者是我們二時夢想的職業 我們今次是實現了的 那是由頭到尾 整個過程都攪著機 即是不像我們拍戲一樣 可以剪掉去再來過 變成是很真實的 那我就是做一個廚師 那 做了一道叫做奶油蝦 那 即是一個 我平時都很少會做 但是 我也是很喜歡吃東西的 而且我現在是做飲食業 那我自己都很希望 將來可以煮到一道好菜 給先生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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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給他中文吃 我們稍後會再深入探討一下 敏芝 拍攝的過程 不如指令也分享一下 今次的拍攝和之前有什麼不同呢 今次的拍攝我覺得 更加多了一些心靈上的東西 還有其實之前我們 每一輯都是講以健康為主 但是今次我自己非常之喜歡 因為我覺得可以做一個 自己想做的一個職業 再加上你會看到 其實每一個職業的背後 都有一個故事 即是譬如 我自己 我分我那個 我是動物保護專員 你會令到人會知道 其實生命很重要 要尊重生命 不要因為媽媽、媽、媽、媽 然後不要 就放在街上 其實每一個故事的背後 都有很深層的意義 Bank那個 教育、消防員 是一個很偉大的職業 所以我覺得 今次這一輯 是我特別喜歡的一輯 Bank 你今次說 一常而是的夢想 是做消防員 你覺得 今次的拍攝 是否比上幾次的挑戰大些 因為體能上的挑戰 有什麼不同呢 首先最主要挑戰 首先就是體能上 因為消防員這個職業 都是需要極大的體力 另外 我自己 你們說 我心靈上都要做很大的挑戰 因為我都要遇上很多的問題 譬如說 我本身是怕高 消防員很多次都會在一些 挺高的地方工作 還有火 也是一個非常危險的一件事 基本上我對這些的認識 是完全是無會 基本上在拍攝的時候 就會面對到很多這些問題的危險性 我拍高 要克服自己 過程當中都學到過感受很深 那維瑋呢? 維瑋這次 合攝重心如何? 我這次的感受是很開心的 因為熱帶雨林大家都聽得多 但是有多少個人 真的會有機會 或者嘗試過深入一個熱帶雨林呢? 這次我就有這個機會 還有 我深入這個熱帶雨林 是拿著一輛四驅車 很多男人的夢想生長的四驅車 衝入熱帶雨林 那就是 我從小到大都很想中 有一輛四驅車 急步車 那今次就可以 讓我開著這輛車 進入熱帶雨林 但是要克服的恐懼 就是 我本身 是極度 超級害怕昆蟲 我看到昆蟲飛過來 就算在搖晃機 我都是嘩 這樣走去 看不出來 但是今次就 克服了很多 都還是害怕的 不過就不會走 又不至於說會碰他的 不過我會用我的腦碰波 跟他說 OK啦 我知道你在這裏 你不要飛過來 我們 我不欠你的 那好 我們都分享了今次的拍攝 有什麼不同 他們說在心靈上 是很滿足到他們自己 和可以認識到 那個職業